这就有意思了 美国4家车企 日本9家车企 中国几十家车企 什么情况 它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中国那么多车企 它算是一个国家汽车工业的 一个优胜劣汰的逼定记录 最后它剩下来的是优秀靠谱的几家 这就好比运动会谁都可以报名的 等等比赛你这么进行进行进行 最后冠军永远只有一个 进决赛圈的 你手指头拜拜也是数得出来的 那么从历史发展来看 汽车工业成熟的国家 其实也都是经历了这些车企 遍地的阶段的 你比如说美国 维基百科上面有资料 1900年到1929年 它是汽车发展的爆炸阶段 前前后后是也出现了几百家车企 但经过时间的退移 不断地淘汰重组收购 美国现在只剩下了4家车企 你比如说1897年开创的汽车品牌 奥兹莫比尔 一度是非常辉煌的 现在不太听得到了吧 1901年产出的Curved Dash 功能性 实用性 可靠性 是改变美国人的交通观念的 成为当时美国最流行的车型 美国邮政局还把这个车子 作为第一辆邮政机动车 1908年之后 福特通用不断崛起壮大 其他汽车公司没什么市场了 倒闭的倒闭 被收购的收购 而奥兹莫比尔就这样 嫁入了所谓的豪门 通用汽车了 这就是市场的优胜劣汰了 实力强的就霸占市场 其他的所谓的小喽啰们 要么跟着搭喝混 要么就再也不出现在江湖上了 最后剩下的就叫 寥寥无几的巨头了 那为什么不是一家 那你被告垄断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正在走其他国家 以前走过的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汽车市场 还是算一片蓝海的 它是处于红利期的 也就是常说的供不应求 虽然它近期会有波动 对吧 但看总趋势 国家发购位有个数据 现在每100个人 汽车保有量只有18台 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分蛋糕的人还不算多 那自然就会不断的吸引 吸引资本进入了 对吧 那创立新品牌也好 抢占市场也好 卖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就好比以前的奶茶店 这泡粉的 转转的这种 找的这种牌子 但是奶茶市场的 红利被人发现了 这挺好的 现在又多出来新的 什么蜜果 coco 在后面又有什么一点点 后面又有什么喜茶 耐血 都是一个道理 那现在还 还是不是红利 有可能还是 那回到汽车工业上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 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 在1978年以前 几乎只是搞卡车的 真正的家用车发展 差不多也就是 50年不到的样子 还不到欧美国家的一半 也就是因为 现在在发展阶段 就会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奶茶店一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不是说 它在越来越少 而且呢 汽车工业对一个国家来说 又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政策上 它就是有支持 1994年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 它颁布了 它首次提出 鼓励汽车个人消费 明确以轿车为主的 汽车发展方向 重点支持轿车项目 尽快建成投产 以前全卡车 公交车 都这种东西 那再说一个进点呢 那么就是 大力发展新能源车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上面 它也是有政策支持 而且在第五条 保障措施里面 明确提到 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 和金融服务支持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 就新能源车 你这个车企 是有政府的 专项补贴基金的 那就是这种政策也好 福利也好 都来了嘛 是不是 这就吸引很多企业家 看准商机 那进军汽车市场了 那这个车企数量 就是所谓的高居不下了 这个就好比是 原来的鸡蛋 都是3块钱一斤 今天搞活动 全部都半价 买鸡蛋的 都排到店门口外面去了 水果明天再说 那就是这样了 那虽然有这么多车企 好好好还都有 但可不是所有的车企 都活得下去 你创办车企 相对还容易一点 只要钱很多很多就行 但是想要一直经营下去 就没那么简单了 车子卖不出去要倒闭的 还是拿刚才的美国来说 举例子 维基百科有个资料 叫做美国已倒闭的 汽车制造商列表 那至今为止 美国倒闭的车企 超过了1500家 你再反观中国 有一些车企 因为经营不散 破产倒闭已经开始了 华泰 川契野马 军马 有些朋友都有可能没听过 那另外一些销量极差的车企 也已经踏上了 这条破产之路 纳智杰 2019年9月 所有车型架起来 一共45台 12月一共12台 这真的是有点少 那车企倒闭 经营状况不善 它算是直接原因 那本质的原因就是 没有技术没有实力 甚至很多车企 它有可能只是就一个壳 连心思都不放在造车上 这怎么讲 2016年9月8号 财政部曝光了 苏州吉姆西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等等 5家新人员汽车生产企业 它意图骗补 国家财政补贴 超过10亿元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期刊上面也有论文 《现代企业生存风险 预警指示体系的理论探讨》 上面讲 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会受到市场竞争及 优胜裂态机制的作用 缺乏实力的企业 就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 这大家都能明白 最后留下来的 一定是班子里面的兼职生 那些混混日子的学生 其他有可能大有作为 但是你要考上名校 这是不太可能的 甚至还有可能就中途 退学了 错学了 开除了 那总而言之 别的国家车企数量少 是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 这一个发展阶段 其实他们以前和中国 也是一样一样的 也是有很多很多车企的 那中国现在正在走 他们走的那些路 正在发展摸索的过程中 你就看着 还会有不断的车企成立起来 还会有不断的车企倒闭掉 这和手机市场也有点像 以前各种杂牌手机烂大街 厉害的这种品牌 突然有名了 也有现在留下来的 和你五六年前去看的 打广告的 花大价钱的品牌 有的是重叠的 有的怎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呢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